第四十題,小玉想要了解台灣地區雨水酸化程度,選擇三個不同的地點來收集雨水,並以固定濃度的鹼性溶液中和,得下表數據,請問哪一地點的酸雨程度最嚴重? 我們當然曉得這是酸鹼中和,我們當然知道如果酸雨的酸化程度越高,那麼所需要的鹼性的溶液就會越多 但是呢這一題我們不可以直接比較,誰的用的鹼性容易比較多,因為它的雨水的體積不一樣 當然是越多的雨水酸雨,它所需要的鹼就越多,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雨水體積變成相同 比如說取最小公倍數,但在這點我們可以看到,也許我們通通變成一百毫升會比較容易做一點 所以五百要變成一百,我們要除以五,所以它就需要的是兩毫升的鹼性溶液 四百要變成一百,要除以四,所以它就需要的是五毫升的鹼性溶液 三百要變成一百,要除以三,所以它就需要的是十毫升的鹼性溶液 我們就看到,丙所需要的鹼性溶液最多,所以它應該是最酸的 所以第四十題問我們說,請問哪一地點的酸雨程度最嚴重 我們呢,答案選C,丙,丙的酸雨程度最嚴重 因為它在相同體積的情況之下,它所需要的鹼性溶液體積最多